那韓總統尹錫悅 遇重心腸 在他任內第三度全國直播演說上 長達50分鐘都是講全國醫師罷工危機 這也是他首次針對醫改公開發表聲明 因錫悅重申醫生增加會讓收入減少的說法根本是無稽之談 也強調每年增加2000位醫學生已經是最低門檻 業界如果有更好辦法 政府願意繼續討論調整招生規模 但醫學界還是不買單 加上醫學生最新罷課人數已經破萬 醫療人力更吃緊 南韓醫院現在也決定從4月1號起 縮短門診時間集中資源搶救重症與急診病患 我就是父親的父親 沒有人打死 水鎮南韓國會大選4月10號就要登場 民調顯示執政黨支持度從2月底醫師罷工開始 一路跌到現在為35.4% 落後在野黨共同民主黨的43.1% 對隱習月的支持度也只剩36.3% 醫療改革恐怕重創執政黨選情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看最完整的新聞 影片下載TV 請看最完整的新聞